恒大主将练卡纳瓦罗和一线队群体球员参加会议 虽然参会人员不多 只有三十几人 但会场严重有序 气氛人次认真 恒大队获得的荣誉脚奔 全体摆放在许家艺身后 七座军官省省的装抄脚奔 和暖队外观脚奔更要行人 政治换身老干部 认真做笔记值得一提的是 球员们进场后 认得是顺便找地方做就可以了 每个人的名牌 已经提前被工作人员安放好 做此排序非常讲究 认租排队的特点比较明显 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娇运作声为无庸置疑 排到他所策的是恒大主帅卡纳瓦罗 用策的则是俱乐部负责人高寒 球员里领许娇运 最具的是政治和保力名奥 这也反映出老队长和暴力鸟 在恒大地位的重要性 政治发源把利尼奥政策的球员 依次为塔利斯卡冯潇平 而政治政策的球员 依次为盗林张灵鹏 总体而言 这立位球员也组成了恒大队的核心力量 不论是产生还是产下 新加盟的年薪球员 则全部坐在了许教育的地面 包括刘世豪 何超 高准益等新人们 正经文座 一副认真心想的认责 大力老糟糕 冯潇平不太开心 某欧球员面前的桌上 都摆放着纸张和笔 不过只有老干部政治艺人在认真做笔记 张灵鹏 黄泽人 侧生 尝向了许教育 听得非常认真 盗林则在低头文字桌上的文件 相比之下 保育于奥教育的球员神态更异 大力鸟全程在发呆走神 塔利斯卡用充满遗愿的眼神 拥着许教育 可能他不解为什么许 怎么连续讲两小时而不觉得累 同学营竟然坐在核心区 确实一脸的不开心 估计被笑放逆备备的欲满心情 仍然未能调整过来 新赛季恒大口多远 就看这歌来了